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心灵力联锋 影片一开场 忧郁叔正领着一帮傻老爷们陈恋 这哥们边锻炼 边跟正洗车的韩国寡妇打青马俏 把寡妇姐逗得是哥哥之翘 这忧郁叔还是个热心肠 甭管是男女老少 她都爱上去搭把手 唉 这画面简直是虐死的人狗 总而言之 这忧郁叔就属于腰里穿腹牌 见谁都能来的万金油式的复合营养台 不仅如此 作为超市经理的忧郁叔 业务能力也非常的强 本来你到超市就打算买一奶布 他能把你忽悠的再骑走一辆自行车 到了晚上 刚刚加入美国国籍的炮灰哥 正在超市职业班的时候 外星生物突然出现了 然后这哥们很快就领了号饭 由于忧郁叔和老婆冷淡姐一直没有孩子 把脸儿急得不行 冷淡姐说再有两天我可就排卵 你抓紧时间再锻炼锻炼 这叫临阵磨墙不害一光 忧郁叔开车来到超市本口 发现警察已经把超市给围上了 忧郁叔说这什么情况啊 警察小胡子说 你的保安昨晚上领了号派 看上去似乎是被禽兽给碎尸弯断 忧郁叔进屋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到了晚上 好事的忧郁叔来到了橄榄球的比赛现场 说昨晚上我超市的保安被人给查了 咱这个小镇一共就发病警员 而且个个都是脑残 指望他们能抓住凶手 还不如多摇几条狗 现如今那变态杀人狂可还在附近瞎溜达 所以我决定成立一个好林巡逻队 不仅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还要查出杀凶手 转场之后 急着为社区做贡献的热血男儿 愣头青小分头和眼镜哥 来到了忧郁叔的家里 忧郁叔说咱以前可都不认识 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咱组成这个团伙的目的 就是打击犯罪造福社会 说说吧 你们三位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好林巡逻队 愣头青说 我参加好林巡逻队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躲开我老婆清净心 然后跟哥几个喝喝酒吃吃饭 顺便再做个大宝剑 忧郁叔说想法不错 有追求啊 小分头说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除暴安良体贴行道 可那帮孙子居然说 我不是当警察的料 简直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才来参加咱这个民间组织 希望能逗流氓抓坏蛋 完成我多年的苏联 眼镜哥说我刚离婚 心里辈儿高兴 我希望在巡逻的过程中 能来一英雄救美 所以我参加巡逻队的目的 非常淡 就是想再找一个现场人 忧郁叔说 看到大家都这么的有上进心 我非常的欣慰 那么我宣布 好林巡逻队算是正式成立了 转场之后 忧郁叔正在电影杆上 贴巡逻队的小广告的时候 遇到了刚搬来的大背头 大背头表情爱媚两眼寒春 把忧郁叔上上下下看了个遍 说大哥你皮肤真好 我估计全世界都难找 忧郁叔一看画风不对 急忙撒子撤退 第二天的晚上 好林巡逻队正式开工了 几个人正在超市门口监视的时候 小胡子警察突然出现 小胡子警察说 你一晚上在咱社区 贴了两百张小广告 累坏了吗 按照规定得罚款两百 随后忧郁叔接到了一投诉电话 说足球场那边有人闹事 让过去看 当好林巡逻队刚来到足球场 几个熊孩子 就开始往忧郁叔等人身上扔出鸡蛋了 那忧郁叔能干吗 上去就摁住了一个跑的慢 随后这倒霉孩子 被押送到了派手所 小胡子警察说 你赶快给我滚蛋 甭在这儿跟我添乱 这倒霉孩子滑着滑板 刚走到半路了 突然就被外星生物给吃了 忧郁叔等人开着车 经过王大白家门口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一部名物 几个人正瞎分析的时候 无畏中在路边 捡到了一闪闪发光的金属球 这时听到动静的王大白 扛着猎枪突然出现 忧郁叔说 我们是打击犯罪的好林巡逻队 王大白说 只有你们这几块料 甭开过去玩笑 麻溜的赶快给我滚蛋 不然我就让你们领和拍 几个人在研究那金属球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这玩意的威力 把哥几个全都吓屁 愣头青在上网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自己的宝贝闺女小甜甜 正在跟蛊惑仔小白脸亲盗 这下可把他给气坏了 愣头青说 小白脸没有好心 现在的男人不是大色狼就臭流氓 你可不得不防啊 那孙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玩意 你再这么下去早晚得出事 小甜甜说 爹地你可不能这么武断 你也是男人 今后可让我怎么办呢 愣头青一听 才意识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一坑 晚上忧郁叔正跟愣头青 闲扯蛋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王大白的电话 王大白说 有人在我们家房顶上 是又蹦又跳吓唬闹 你们赶快过来看看 忧郁叔等人急忙来到王大白家 发现王大白的手机在地上扔着 人却不见了 这个时候忧郁叔和眼镜哥 突然就发现了那个外星生物 忧郁叔说 兄弟我知道你很生气 先来一块口腔糖 稳定稳定情绪 外星生物接过河洋糖 然后一甩手 把王大白的尸体给扔到地上 忧郁叔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星生物上去就给了他一大嘴问 当外星生物正跟眼镜哥面鸡的时候 突然就被忧郁叔一层懵逼了 随后忧郁叔和眼镜哥 把外星生物扛到了愣头青的地下室 说哥几个怎么样 刚才是我一把端把这孙子给拍饭 几个人正商量着 怎么利用外星生物发财的时候 这外星生物突然就来一回光馆照 把这几位全瞎吊了 外星生物说 这小区到处都有我的同伙 哪个都抛着 为了防止自己的闺女上大受骗 愣头青和小奔头 跟踪着小甜甜来到一聚会上 当小白脸正打算对小甜甜动手的时候 愣头青及时出现 本来这愣头青打算拿小白脸来点手 没想到却被对方给约上了狗 现在咱来说到这眼镜哥 其实这眼镜哥是一外星人 自从在大悲头家度过了浪漫的一夜 这哥们是小脸通红欲罢不等 觉得这地球人的太会玩了 于是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 全都向组织汇报 眼镜哥的反水 是外星人万万没有想到 正所谓不怕强对手就怕助队友 眼镜哥说再过几个小时 我们藏在超市的发送器 就会向总部发信号 然后外星人的舰队就要杀到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交反抗 趁着还有点时间 你们赶快窜 愣头青说 咱可是好林巡逻队 替天行道拯救世界 是咱义故容辞的责任 而且咱是主场作战 肯定能让这帮孙女的壳发 转场之后 忧郁叔等人来到了超市 在地下室找到了外星人的发送器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白脸背着手突然出现 原来这孙子也是个外星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愣头青和小白脸当时就掐上了 就在好林巡逻队父辈受敌的时候 眼镜哥即时出现了 眼镜哥说 只有攻击外星人的小弟 才能让他们嗝屁 愣头青一听 上去就是一猴子逗逗 小白脸一声惨叫 当时就死翘翘 影片的最后 大家伙不仅破坏了发动器 而且还利用金属球 干掉了所有的外星生物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遇到坏人当别颤 好好想想怎么办 只要拧成一股绳 保证让牙领好安